近年来受影视剧和小说的影响,我们或许都想过穿越这件事,穿回古代,凭借自己如今的学识必能被众人追捧,走上人生巅峰,但是基本上不会考虑一些比较现实的问题,比如怎么赚钱,怎么谋生,生病了怎么办,因为在医疗技术不发达的古代,人均寿命都很短,即使贵为一国之君,在疾病面前也大多也是束手无策的。 根据近些年的统计来看,古代帝王的平均寿命是39岁到40岁区间,在众多皇帝之中,却是有两个例外的,即清朝的康熙帝和乾隆帝,一个活到了69岁,接近古稽,一个89岁,一致茂蝶,他们是如何做到如此长寿的呢? 这里是单看世界,带你领略全球风云,探寻历史智慧。 皇帝作为一国之主,不单单是玩乐与享受,更多的是责任与义务,需要为国家鞠躬尽瘁,需要平衡好后宫与前朝,需要造福黎民百姓,这一切都是劳心费神的,所以会经常透支自己的身体, 更甚于我们现在的996,所以年纪轻轻的就一身病,自然就没有办法长寿,没有办法继续自己伟大的事业了,而那些即位之后只顾享乐的皇帝, 虽说脑子用的不够勤快,带身体再经受折磨,酒、肉,色每一样都是摧毁身体的慢性毒药,时间一长,当然会就会扛不住,除却皇帝职位的特殊性,古代的医疗条件和技术也跟不上, 许多在金人眼中简简单单的疾病,在那时就可能是不治之症,只能等着死亡的降临,这点是连皇帝都无能为力的, 比如在清朝的十二位皇帝中,就有八个是病死的,另外,有些皇帝为了长长久久的保证自己的权利,试图通过仙丹来延长寿命,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秦始皇了, 晚年时为了图谋千秋万代,除了让徐福去找盈州之外,还吞服了不少的仙丹,以科学的仰光来看, 其中包含了不少的重金属,比如说水银,比如说铅,所以长期服用是会造成重金属中毒的, 无怪乎,古诗诗九首中说服饰求神仙,多为要所悟,综合来看,古代皇帝短命的原因主要有三点, 急政务繁多,医疗水平低下和服饰丹药,前两点属于客观因素,不太能改变, 最后的主观因素康熙和乾隆都克制住了自己,没有相信怪力乱神之说, 而是用健康持久的方法来保证寿命,清朝时的中央集权制达到了顶峰, 权力几乎都握在皇帝一个人的手中,那皇帝的任务量自然也翻倍增长, 有不少关于过老死的例子,如福康安,于42岁死于军中,允祥,44岁病故, 雍正帝,生命结束在58岁,而同样是面对繁多的事物, 康熙和乾隆两人的寿命是如何脱颖而出的呢? 众所周知,清朝是在马背上得的天下,所以其骑射文化盛行, 不仅是士兵将帅的作战必备,更是八旗子弟必须要练习的技艺, 生于皇室,更是要精通,那作为皇帝当然也要成为表帅, 康熙和乾隆正是如此,他们不仅在闲暇时间勤练技术, 以防生疏,还会按照传统举办一系列的涉猎活动, 以活动之明行锻炼之势,除此之外, 他们还会在清纯时跟着师父一起打拳比试, 以此来达到强身健体的目的,我们常说, 生命在于运动,而这两位早在几百年前就知道这一点, 所以能够保持活力,充满动力, 另外,他们两人还能够克制住自己作为上位者胡吃海灾的心理, 保持规律,清淡的饮食, 清朝皇帝每天只吃早膳和晚膳两顿, 为了保证体力,会在两餐之间吃些点心, 康熙吃的比较简单,以野味为主, 多是来自东北的肉类,到了乾隆时期, 糙米,小麦等穀物做的食物比较多, 再搭配上一些鱼类和肉类菜肴, 既保证了口腹之欲,又营养均衡, 此外,他们还会用食补的方法来增强体质, 如归零酒,八针高,剑皮姿肾壮业酒等, 从名字就可以看出他们的实际功效和对寿命的美好主愿, 在衣食住行上的事和行两方面, 他们两人都有良好的习惯, 这些习惯虽不能像传说中的仙丹即可见效, 但却是得到健康最正确的途径, 不然现在不会依旧有那么多的人热爱减身, 提倡规律饮食, 清朝的康乾盛世是被人熟知的, 至于为什么单单跳过雍正皇帝, 原因也很好猜测, 在雍正五十七年的生命里, 执政在位不过才十三年, 对比康熙的六十一年, 乾隆的六十年显得过于短暂, 再加上他晚年的时候急切地想延长寿命, 吃了不少炼制的丹药, 没想到却适得其反, 加速了自己的死亡, 而其他的两位皇帝, 不迷信长生不老的神话, 没有服用丹药, 能够正确地面对生老病死, 顺其自然, 采取无为的方式, 一边积极锻炼身体, 一边勤于正式, 既做到了两不耽误, 又在无形之中给自己的身体上了保险, 所以说, 两人的长寿并不是偶然, 正是由于他们的顺其自然, 才没有被仙丹之类的外物打断寿命的自然进程, 除了能够看得开天命, 还得益于两人在位期间的太平, 既然太平, 那自然也不需要过度劳累, 那自然心情舒畅, 万事大吉了, 拿乾隆来说, 他曾经写到德国之政, 阔土之广, 臣服之谱, 民术之安, 虽非大当, 可谓小康, 也就是说, 他在位期间, 疆土大, 臣子福, 百姓安, 几乎没有什么不顺心的, 再加上他的后宫也很安稳, 不需要他头疼, 而女也很和睦, 所以他不需要耗费太多的心力, 就能安安稳稳的, 也就是说, 除了自己外在的努力之外, 还需要内心放得开, 不要有太大的执念, 不要过度劳神, 那身心必然舒畅, 寿命自然长久, 康熙和雍正长寿的根本原因, 就是他们相信天命, 顺从天命, 不相信怪力乱神, 不贪心, 没有掉进长寿的陷阱里, 不把自己的命交给虚无缥缈的丹药上, 而是积极把握当下, 坚持锻炼, 养成健康的习惯, 这才是他们长寿的秘籍吧, 更重要的是, 明代皇室的近亲联姻, 使得遗传性疾病在皇宅中贫乏, 再加上明中后期社会巨变, 皇权示威, 皇帝们往往独目难知, 这就是明代皇权的悲哀, 也是那个时代的无奈, 无数少年天子怀揣着改天换地的梦想, 却最终折戟沉沙, 明朝皇帝们的故事, 恰恰说明了这一点, 他们手握至高无上的权柄, 却无法掌控自己的人生, 他们是权力的主人, 但同时也是权力的奴隶, 他们想要改变时局, 却最终被时局改变, 当我们站在历史的尽头回望, 不禁要问, 是谁主导了一个人的臣服, 是无情的时代, 还是我们自己, 也许答案永远没有标准, 但明朝皇帝们的兴衰史, 给了我们太多启示, 唯愿我辈及后人, 能以古剑金, 在纷繁的时代洪流中把握好人生的航向, 在宝玉坊里的这些个丫头, 别看都给贾母伺候, 心里可没个安分的, 都指望哪天宝玉桥上自个儿, 好飞上枝头变凤凰, 在这大官员里也风光一把, 他们各显神通, 或是在宝玉面前故意撒娇卖俏, 或是借着针线女工的机会献殷勤, 可谓是八香过海, 各显神通, 这般明争暗斗的戏码, 在大官员里几乎天天都在上演, 可谁能想到, 最先让宝玉看上的, 竟然是看似最不起眼的习人, 这丫头, 哪哪都不出挑, 论模样不如情文俊俏, 论手艺不如情文灵俏, 就连贾母都更看重情文, 可不知怎的, 习人却成了宝玉的心肩肉, 鬼知道这里头使了什么手段, 他那骨子温柔似水的劲, 倒像是把宝玉的心都给泡软了, 慢慢的就把持不住了, 要说这丫头, 倒真是深谙眠里藏真的道理, 看着温室, 可样样都拿捏得死死的, 打从和习人尝了禁果那天起, 宝玉就日日塑在习人房里了, 一大早就像是喝了迷魂汤似的, 那还管得了念书习字, 禁锢着和习人轻轻握握去了, 一对逼人在荣国府里眉来眼去, 旁的丫头看着那个眼红啊, 可又不好说什么, 生怕得罪了主子, 那些个丫鬟们私下里没少嚼舌根, 说习人怕是给宝玉下了什么迷魂药, 不然怎会这般如胶似漆, 连书也不读了, 整日里就知道腻在一处, 就连贾母都看出点端倪来, 偏生这宝玉鬼精的紧, 在老太太面前装的一本正经, 谁能想到房里头和习人早腻味到一块去了, 老太太虽然此爱, 可也不是争个什么都不知道, 只是争之眼闭之眼罢了, 毕竟宝玉这般年纪的公子哥, 有些风流月事也是寻常, 只要不过分就随他去了, 你说起了怪了, 习人和宝玉这一对狗男女, 整整六年的功夫都和和美美的, 怎么连个一儿半女都没生下来呢, 莫不是这小子吃了太多情丝粉, 根本就那啥不行, 这事在府里头也不是没人议论过, 有说是宝玉洋气虚了的, 也有说是习人自个儿有问题的, 可这种私密之事, 谁又能真的说得清楚, 只能暗地里猜测, 却也不敢声张, 林黛玉可是个妙人, 冷不丁就撂了一句, 苗儿不秀, 银样辣枪头嘛, 瞧瞧人家, 骂人都骂得这般文雅, 一语就道破了习人肚子空空如也的真相, 这话传到习人耳朵里, 不知道他是何等滋味, 想来也是, 一个丫鬟想要上位, 若是没个一儿半女傍身, 终究是差了那么一层宝障, 细想起来, 可不只是习人, 整个贾府的女人, 哪个肚子里有过动静, 不说那风骚的有二姐, 就连凤姐和探春都没给贾府添个一男半女, 这道真相是冥冥之中自有定数, 仿佛老天爷早就给贾府怕了死刑似的, 那些个当年荣华富贵的女眷, 如今想来也不过是过眼云烟, 连个能延续香火的骨血都没留下, 一个大家族, 连孩子的哭声都难得一闻, 这般萧条, 怕是气数将近的征兆, 就连袭人, 到头来也没能给宝玉留下血脉, 她那点小心思恐怕也该泡汤了, 这般想来, 倒真有几分讽刺一位, 那些个争宠卖俏的手段, 到头来竟是一场功, 大官员里的莺莺艳艳, 终究敌不过那冥冥中的天意, 随着贾府的没落, 习人的如意算盘也就打不响了, 到头来竟然是嫁给了蒋玉涵过起了日子, 说起来, 那块松花汉金子, 本是习人送给宝玉的定情信物, 谁知竟轻易就送到了旁人手里, 那汉金子的转手, 何尝不是他和宝玉这段情缘的真实写照, 在深情的誓言, 到底也敌不过现实的无情。